第140 瓜地 瓜地就用的多了 我们这里没有瓜地 为什么 瓜地到处都有 你去菜场 买那个香瓜 甜瓜 那越甜的瓜 那个瓜就是越苦 你不相信 你去尝尝看 就是要那个瓜地 其他都不要 那个瓜地 那瓜地 中医的兔剂 病在上 我们要取兔 那取兔的时候 你灌肥皂粉很难挂 对不对 瓜地 瓜地吃下去包你兔 那味道苦寒 我告诉你 不要说苦寒 你闻到那味道 就噁心就想吐了 所以要喝下去 最好鼻子塞住 你再喝 那瓜地呢 煮大水 生面四肢浮肿 吐粒 这个生面四肢浮肿 大水是因为上胶有病 痰炎用塞到以后 肺里面的水 哪有办法 进入肾脏 肺是肾的母 肺在上面 肾脏在下面 肺是 你这样想 肺是 翡翠水库 里面的水就是肺 那流出来了河流里面的水 就是肾脏 好 当你水库堵到的时候 比如说肺 在下方是痰烟 很多堵在这边 肺的水没有办法下去啊 好 这水就开始累积 那肺主皮毛 哇 全身就发起来 病人就告诉你 咳 咳不出来 然后非常短气 病人的胸斜苦满 非常痛 这个时候 你知道用吐法 过去有一个医生 专门用吐法 管他什么病 不然太阳上完阳面 什么病 他都用吐法 也不好 太过了 我们确定你病在上胶 之后我们会用吐的 吐的时候 刮力才一下去 那一吐 那个痰一吐掉以后 水通通跑出来 就好像 这个理论就好像 你拿一个吸管 有没有 在杯子里面有些水 你要吸管吸住 然后你手按到吸管 那水就在吸管里面 你把上面一打开 水就排掉 吐法的原理在这里 好 那 这个我们在组织的 上胶的食症 以吐举之 我们全身的水肿 食症 一定要食症 所谓食症 你听就知道了 这个病人进来 还没有看到你 他在外面 他在诊所门口 你还没有看到那个病人 就听到他讲话很大声 医生在哪里啊 这一定是食症 那人进来 安安静 你没有声音 一定是虚症啊 食症嘛 你可以看到 看到 听得到了 各位还没有看到病人 听就知道了 食症 那这个呢 中风灼弹不出 我们有时候 没把吞咽 我们用吐的方法 那刮地下去的话 那一次不吐也要吐 他无法忍耐 他一定要吐的 一定会吐 那你的时候踩那个 你说老师这个田刮地 我们有香刮 各种不同的刮 你就没关系 那个越苦 越轻率的越苦 你把它统统踩起来 就是那个地 那个头 刮的头的那一截 把它踩下来 把它收集起来 晒干的方面 备用 非常 又苦又难吃 那如果说后面的禁忌 有没有 吃了瓜地以后 吐的不止 老师糟糕吃太多的吐 都停止怎么办 用拌下 止吐 平常你用一钱 一钱是多少呢 你知道吗 一钱 如果是粉的量 粉的量 一钱 大概就是 你一个汤匙 一个汤匙 拿一个汤匙起来 平常我们喝汤的汤匙 这个平时就差不多一钱 就那么多 一钱 那你给他 你如果是给你 你刚好发生在你岳母身上 你给他吃两钱 你完了 掉混了 所以要一钱就够了 那个子很大 体格很大 你有两钱嘛 对 那你要当一个医生 要知道 你要吐 你要知道如何去止吐 止吐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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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